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日本惊悚片《冰冷热带鱼》 一个天性懦弱的男人,即使面对老婆孩子也只能忍气吞声,毫无家庭地位 可有一天,他性情大变,竟然变成了一个嗜血狂魔 那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引评开始,主妇妙子在超市买了很多素食速冻食品 回家后,把食品放进微波炉加热,再用开水冲泡汤料 漫不经心地准备了一顿晚饭 吃饭时,一家三口没人说话,甚至视线都没有交集 丈夫设本无精打采,似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妙子显得郁郁寡欢,她的妓女光子拉长了脸,一边翻杂志一边吃饭 饭桌上的气氛十分压抑,完全感受不到一丝家庭应有的温馨 过了一会儿,女儿光子忽然接到男友的电话 连招呼都没跟父母打,就出门约会去了 父母也像没看见一样,依旧一言不发地吃饭 饭后,设本想跟妻子亲热,但被妙子拒绝 理由是,女儿会随时回来,设本无可奈何,只能独自叹气 片刻后,电话铃声响起,接完电话,设本又叹了口气 然后慌慌张张地叫上妻子一起出门 两人很快来到一家超市,原来光子在超市偷东西时被抓到 刚才打电话的就是超市店长打需通知家长的 设本和妙子进了店长办公室,立刻鞠躬道歉 光子显得毫不在乎,店长不停训斥光子,并且坚持要报警 设本几乎可施,只能低着头恳求对方手下留情 这时,一个叫村田的男人,满面带笑地走进来 三言两语就安抚住了店长,还把话题转向店长喜欢的热带鱼 趁着聊的投机,还请求店长给光子一次机会 同时让光子认错,保证不再犯 光子有些不好意思,微笑着答应了 店长也给了村田面子,没再追究 设本夫妇都很高兴,马上向村田道歉 村田则热情地邀请他们去参观自己开的热带鱼店 村田的热带鱼店位于闹市区,规模很大 好像一个小型水族馆 这样也靠开热带鱼店谋生的设本惊叹不已 风趣的村田在店里跑来跑去,还模仿鱼的姿态跳舞 豆的光子和妙子笑个不停 随后,村田介绍眠眼的老婆爱子跟设本一家认识 还说相遇就是缘分,以后一定要多走动 说完和爱子去准备咖啡 他离开后,场面瞬间安静下来 设本一家各个面无表情互不理睬 设本向打破尴尬的气氛率先开口,微笑着说 村田这个人不错,但没得到妻子和女儿的任何回应 村田很快就回来了 看到他,光子和妙子脸上又浮现出微笑 显然,相比木娜老师的设本 他们更欣赏幽默健谈的村田 设本有些落寞地看着妻子女儿和村田有说有笑 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光子和妙子这么开心了 在家里,女儿和继母之间视若水火 光子甚至曾经对妙子大大出手 设本虽是一家之主,但天性懦弱 他想拥有正常的家庭关系,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眼下这一刻 他觉得光子、妙子、村田更像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自己则是一个旁观者 就在设本安然神伤时 村田忽然提议让光子来自己的店里上班 还说可以和其他的店员同住宿舍 这突如其来的好意让设本不知所措,只好默许 接着,村田要去看看设本的店 于是,几个人一起出门 设本开车带着妙子和爱子 光子则坐上了村田的法拉利 光子向村田抱怨家庭关系 言语之间对父亲和继母极为不尽 村田提醒他注意用词 而潘尼的光子对他的说脚居然毫无抵触 笑着承认了错误 设本透过车窗看到女儿的笑容 心中一发酸楚 因为在他面前,光子一向是板着脸的 一行人很快到了设本的热带余店 设本惭愧地对村田说 自己的店铺位置偏僻,而且太小了 但村田却说这里很不错 在得知这个店主要是由妙子打理后 他更是大家赞赏 不住口地夸妙子能干 妙子听了后很开心 笑得合不拢嘴 参观完店铺后 村田夫妇离开 设本一家又恢复到死一半的寂静 因为结识了村田 而兴奋不已的光子和妙子平复心情后 迅速进入梦乡 设本却心乱如麻 怎么都睡不着 热爱天文的他望着天花板 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 他想象自己和妻子女儿来到天文馆 三个人其乐融融 尽情享受家的文心 第二天一早 射本和妻子把女儿送到村田的店里 射本随即离开 妙子则去办公室向村田道谢 见到妙子后 村田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在家中的处境 说他与光子不合 还说这一切都要怪射本没管教好女儿 妙子难道遇到一个能理解自己的内心感受 明白自己委屈和不义的人 心里很是感动 对村田的好感又有增加 村田搂住妙子继续数落射本 然后大胆地解开了妙子的衣服 妙子对此并不惊讶 因为他早就看到了对方的充满欲望的眼神 而在他看来 这个凭空出现的男人要比丈夫体贴得多 也更有男人气概 他甚至期待和对方发生些什么 结果妙子没有反抗 村田更加肆无忌惮 开始抚摸亲友妙子 妙子也主动配合 接着 村田命令妙子脱掉衣服 妙子看看对方稍作犹豫 就慢慢把衣服往下拉 也许是觉得他动作太慢 村田抬手就给了妙子几个耳光 然后把弹倒在地板上 继续抽他耳光 出人意料的是 妙子虽然被打得流下眼泪 却边哭边恳求对方继续打自己 似乎这样更能激发他的情欲 村田听了更加兴奋 就在地板上和妙子发生了关系 事后 村田开车 送容光换发的妙子回家 在社本家门前 两人依依不舍地吻别 村田还伸手抚摸妙子 妙子遭露出满足的神情 到家后 妙子兴奋地对丈夫说 村田进了一些稀有热带鱼 想和社本合作赚大钱 社本对此没什么兴趣 但架不住妙子 又是撒娇 又是主动亲吻 终于还是答应了下来 次日 社本去了村田的热带鱼店 一进门就向女儿光子 热情地打招呼 但光子却像没看到父亲一样 继续做手头的事情 社本正好尴尬地离开 去找村田 村田向社本介绍了律师同景 然后说 最近从亚马逊经历一批龙鱼 可以卖到1000万日元一条 希望与吉田合作 吉田半信半疑 听说社本是热带鱼专家 就想问他意见 社本也觉得这生意不靠谱 又不好当面落村田的面子 就拉着村田到旁边的房间 说出自己的顾虑 但村田说 他只需要扮演另一个合伙人 让吉田安心就行了 当他们回到办公室后 发现吉田已经在律师同景的游说下 签了合同 吉田还很感激地对社本说 有你在场 我放松了很多 这时 村田的妻子艾子 拿来营养饮料给吉田喝 村田责让社本去看看光子 社本再次见到了光子 可是女儿对他依旧很冷淡 宁愿看着鱼缸里的鱼 也不愿多看父亲一眼 社本失望地离开 回到办公室 接下来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喝了几瓶饮料的吉田 忽然觉得身体不舒服 随后就痛苦地躲在地上 口吐白沫 不停抽搐 社本大惊失色 想过去查看 但被村田强硬地阻止了 艾子则在一旁 云淡风轻地翻着杂志 片刻后 村田踢了吉田一脚 发现吉田一动不动 已经死去 就指着吉田的尸体威胁社本 说如果你敢违抗我 这就是你的下场 还说我已经杀了58个人了 社本下的面无人色 此刻他才知道 村田根本没有想过 和吉田做生意 只是基于对方带来的现金 所以在饮料里下毒 杀死吉田 这一时 艾子拿来床单 手套走过来 面临呆醉的地上 不停颤抖的社本 把尸体包裹好 社本哪敢拒绝 只能配合一脸淡定的艾子 包好身体 再偷偷溜出后门 把尸体放进车子后备箱 村田夫妇 显然对于这种 谋猜害命的事情很有经验 他们指挥社本开车 来到山里的一树小屋 村田再次威胁社本 让他多想想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然后 三个人把尸体抬军浴室 艾子拿出各式刀具 打算处理尸体 社本则被村田赶到外把风 过了好一会儿 社本听到村田喊自己 进来吧 我们弄好了 于是 他瑟瑟缩缩地进屋 可是还没到浴室 就闻到浓烈的血行为 他不敢停下来 捂住鼻子 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然后 他看到了险些 让自己呕吐的一幕 村田夫妇 已经把吉田的尸体分解好了 一块一块的肉和骨头 被切成碎块 堆在地上 两人身上手上满是血污 却显得若无其事 村田甚至拿起一块肝脏 跟社本开玩笑 说让他尝尝人干的味道 看到社本惊恐万分 他们更是哈哈大笑 接着 村田从一堆血肉中 找出吉田的手表 递给社本 笑着叮咕他 等风头过了 再拿出来戴 社本不敢拒绝 一手捂着鼻子 一手接过沾满血迹的手表 随即跑到厨房 把表丢在一旁 用清水洗手中的血汁 与此同时 村田一边哼歌 一边冲洗浴室 爱子则不慌不忙地 把碎肉和骨头放进袋子 两个人配合默契 就像在做家务一样 先离好现场后 村田夫妇洗了个澡 换好衣服 坐了下来 奇怪的是 收敛的笑容 有些伤感地说 自己小时候 曾经在这个屋子里 被父亲毒打 说着说着 眼睛就红了 爱子察觉到丈夫的情感变化 体贴地依偎过去 势以安慰 社本没想到 贪笑间杀人分尸的恶魔 也会有这样的一面 完全呆住了 不过村田 很快缓过神来 大声说 继续干活 说完 又露出招牌式的笑容 此时天已大亮 把骨头烧成灰后 三人离开小屋 将碎肉倒进水里 骨灰洒到山下 接着 村田又一次威胁社本 说如果你爱光子和妙子 就要保持沉默 还告诉社本 如果有人问你 昨晚在哪里 就说和我喝了一夜的酒 村田说完就走了 社本则一根站在原地 害怕的就要哭出来 回家途中 社本买了很多酒喝 一是为了配合村田的说法 二是想麻痹自己 他带着满身酒气回到家 一把搂住棋子 带着哭墙说 我爱你 妙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没有说话 只是紧紧抱着丈夫 当晚社本一夜没睡 因为一闭眼 就会见到村田夫妇 分尸的恐怖场景 几天后 社本去了村田店里 想带女儿回家 但光子说什么也不肯 爱子走过来想阻止社本 还让他去办公室 说要商量重要的事情 原来 几天带着现金来这里买鱼 之后就失踪了 几天的弟弟 明天要来店里问个究竟 因此 村田和深知内情的律师同景 编了个故事 让社本来创供 社本背了好几遍口供 村田等人终于满意了 离开时律师同景 执意要送社本回家 奇怪的是 爱子也跟着上车了 途中 同景居然当着爱子的面 邀请社本和自己联手 要一起干掉村田 侵占他的财产 而且边说 边覆摸爱子的胸部 爱子不但不反抗 还露出享受的表情 社本这才知道 两人有私情 大吃一惊 不过对于同景的建议 他当然不敢答应 这一沉默回应 看到社本如此胆小 同景怒火中烧 当即命令 司机大酒保停车 随后下车 殴打并恐吓了 可怜的社本 第二天 积田的弟弟 果然带人 来到村田的店里 询问哥哥的下落 村田和社本 都按照事先安排的说法 一本正经的回复 说积田确实来过店里 但很快就离开了 积田弟弟将信将疑 继续追问 村田和爱子 随即开始了表演 两人就像受到了 极大委屈一样 包在一起痛哭流涕 甚至跪在积田弟弟面前 二律师同景 则以中立的身份打圆场 积田弟弟兼村田夫妇 气不成声 不像是装出来的 又找不到任何证据 只好兴兴走了 危机解除后 社本走出热带雨店 打算开车回家 结果看到爱子 坐着同景的车离开 接着 一个警察走过来 问他关于积田的事情 社本当然说不知道 警察又说过去几年 起码有30人的失踪 与村田有关 其中还包括他曾经的助手 说完 给社本留了张名片 转身就走 听完警察一席话 社本心里一凉 不知何去何从 片刻后 他接到了孙田打来的电话 孙田很恼火地 让社本开车 带自己去找同景 孙田和社本 很快来到同景家 发现爱子在这里 与同景偷情 可是 此时的同景赤裸着身体 躺在床上 已经死去 身边还有好几瓶 几天喝过的那种饮料 同景的司机大酒保 也在屋里 他拿起电话要报警 爱子冲过去抢电话 孙田随即拿出一根绳子 掏到司机脖子上 与爱子勒似大酒保 在这个过程中 社本蜷缩在椅旁 垂着头 瑟瑟发抖 他全明白了 孙田早就知道 同景要对付自己 于是派妻子勾引同景 找机会堵死他 接下来又是老套路 社本在村田的威胁下 帮忙把尸体 运到山间小屋 孙田说律师的死 是因为太贪婪了 还蠢蠢教导社本 说你要用心 看我们怎么分尸 以后如果我和爱子没有空 就要你一个人处理尸体 社本吓得 大气都不敢出 只想远离 这个血腥恶心的地方 而村田竟然拿起 同景的人头吓唬他 社本恐惧到了极点 再也承受不住 迅速跑出去 剧烈有兔 村田和爱子 当然又是哈哈大笑 分尸后 村田对社本说 今天轮到你扔碎肉了 见社本犹犹豫豫豫 动作迟缓 村田大为不满 社本只好强行克制住 药物兔的冲动 加快动作 把碎肉扔到水里 村田对社本的表现很满意 笑着说要奖励他 而所谓的奖励就是 让他和爱子做爱 社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为村田是在开玩笑 村田却发起火来 说最讨厌社本这种吻君子 还说他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 无法解决问题 导致女儿不愿住在家里 村田不停地嘲讽社本 甚至得意洋洋的炫耀 自己和妙子发生了关系 社本终于被激怒了 一拳打向村田 可是村田安利一拳后 反而变本加厉的刺激社本 说你让老婆背着你哭泣 让女儿变成罪犯 你却袖手旁观 我就不一样了 我童年是胆小 后来学会用暴力反抗一切 别人就怕我了 所以我能够照顾好自己 不需要爱子为我担心 社本要气疯了 冲过去打村田 结果却被村田打倒 社本马上爬起来再度挥拳 这次村田没有还手 也没有躲 还夸社本的出拳 比刚才有力道了 似乎很满意于他的反抗 拿成响 花音刚落 社本居然抓着他的衣服 撕心裂肺地哭起来 看上去就像个被欺负的小孩子 村田没想到社本这么懦弱 大失所望 一气之下狠狠给了他两拳 然后把他拖到爱子面前 让他和笑着脱掉衣服的爱子做爱 社本泪流满面 大喊做不到 但爱子脱掉他的裤子后 挑逗一番 随即躺下来张开双腿 村田则在后面推着社本 就这样 社本被迫和爱子发生了关系 出于本能 社本很快就不用村田在后面推 自己动了起来 爱子露出幸福而满足的表情 村田很激动 问爱子感觉如何 就在村田夫妇尽情享受 羞辱恶本所得到的快感时 一变涂生 社本拿起身边的一支笔 狠狠戳进爱子的脖子 鲜血顿势涌出 村田大惊失色 还没得能有所反应 社本就把笔捅进了他的脖子 在经受了极大的羞辱和恐惧后 社本彻底爆发了 他面目猙獰 发疯般地狂插村田 村田无力反抗 越来越虚弱 伤势并不严重的爱子 则在一旁开怀大笑 露出欣赏的神情 似乎他只会臣服于强者 社本开车 带着奄奄一息的村田 和浑身失血的爱子 回到小屋 此时的村田身受重伤 已经神志不清 恍惚间 他觉得自己回到了童年 男男诉说 爸爸很痛 爸爸我错了 妈妈救命 到了小屋后 社本一脸冷漠地 让爱子杀死村田 爱子这时对社本 已是言听计从 乖乖地举起电视 活生生砸死了村田 看到村田已死 社本用满是鲜血的双手 捧起爱子的脸 亲吻一下后说 以后我就是新的村田 你就是我的女人 爱子崇拜地看着他 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 甘愿为新的强者 身心沦陷 接着 社本洗净身上的血污 换好衣服 擦掉车上的血迹 一切处理妥当后 他留下爱子处理尸体 自己开车 去村田店里找女儿 光子见到父亲后 一如既往地抵触 拒绝跟他回家 但此时的社本 已经习惯了 像村田一样 用暴力解决问题 他连着给了光子两肩耳光 极为粗暴地 把女儿拖上车带走 在车上 光子捂着脸 用怨恨的眼神 盯着父亲 却不敢出声 到家后 一家三口 依旧沉默地吃着饭 只是社本显得非常高兴 笑容满面 接着 光子又接到男朋友的电话 准备出门 结果社本不假思索地站起身 打了女儿两巴掌 光子吓坏了 赶紧跑出去 社本马上跟过去 先打孕女儿 再打倒光子的男友 然后把女儿拖回屋 妙子发现丈夫一反常态 吓得大气都不敢传 突然 社本冷冷地说 我知道你和村田偷情了 妙子没敢解释 低下头 一言不发 没想到 社本猛地给了他一耳光 还把他按倒在地 这一时 妙子忽然感觉不害怕了 歇斯蒂里地说 这段婚姻就是垃圾 是个巨大的错误 还说自己讨厌光子 讨厌这种生活 社本听后 一脸平静地说 我要强奸你 发现完欲望 社本开车回到山间小屋 路上 他打电话给 之前找过自己的警察 说爱子正在肢结村田的尸体 还把地址给了对方 原来 他毕竟不是村田 始终还是无法让自己 坦然成为恶魔 在用暴力伤害他人时 他的痛苦 并未因此减轻 所以 他决心在那个可怕的地方 终结这一切 社本很快抵达小屋 踏着满地随时走进去 看到他来了 正在分尸的爱子站起身 温柔地说 我已经完成一半了 余调中充满了依赖 之后 爱子用满是鲜血的手 捧着社本的脸亲吻 还蹲下来 要解开他的裤子 就在这一时 社本猛然举起身边的雕塑 恶狠狠地砸下去 爱子被砸得头破血流 随即一脚踢到社本 但他没有再度发起攻击 而是趴到社本身上 笑着说 我们做爱吧 社本则给了他一巴掌 两人随即扭打起来 打斗中 爱子一翻身 挤在社本身上 举起身边的一把刀 就要刺下去 可是 他的动作却突然停住了 还请真意切地说 我爱你 说完就放下刀子 疯狂亲吻社本 社本趁这个机会 拿起刀刺中爱子 爱子捂着伤口倒下去 痛苦地缓缓爬到村田的尸体旁 抚摸着尸体 绝望地喊着老公 不一会儿 就跨在尸体上死去 片刻后 警察带着光子和妙子赶到 警察地看到 社本手里拿着刀 浑身是血地坐在门口 警察来不及问话 连忙进屋查看现场 社本则举起手 笑着跟妻子和女儿打招呼 妙子看到丈夫的衣服 都被血染成了红色 顿时泪如泉油 走过去 想给社本一个温暖的拥抱 可是迎接她的 却是丈夫手中的刀子 看到妙子 被社本一刀刺死 倒在地上 光子完全傻了 社本随即走过去 用刀一下一下 轻轻捅自己的女儿 光子疼得大叫 社本则边捅边问 痛吗 你想活下去吗 光子颤声回答 我想活下去 这时 社本用尽力气 喊出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 生活就是痛苦啊 过自己的生活很痛苦 说完 就割开了自己的喉咙 倒地死去 光子捏手捏脚地走过去 看到父亲脖子上的鞋 不停地往外冒 他踢了踢社本的尸体 说现在你死了吗 死老头 然后就像疯了一样 又哭又笑 电影结束 这是一部极度压抑的影片 老窝闹飞的社本 一直用忍耐 应付生活的压力 然而 来自于村田夫妇的压力 却是她无法承受之中 在这种重压下 社本以一种爆发的方式崩溃了 她不再害怕鲜血淋漓 因为她的身上已经满是鲜血 可是对社本来说 这样的生活太过于痛苦 她无法像村田一样 享受暴力所带来的快感 于是 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大概每个人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会抱怨 会沮丧 我们会一时退却 但更多还是要鼓起勇气去改变 去负重前行 因为生活的样子 就是我们自己亲手造就的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